長這個樣子 這裡比較寬 這邊比較厚 那這裡是 這裡比較粗 我打算把它弄遠一點點 這邊弄薄一點點 這個可以圍繞 好 早三 六四 台北市第二邊運軟租了一個靈堂 都跑去靈堂 拜拜 這個可以圍繞嗎 可以 好 謝謝 早安 早安 我剛剛滑 本來在講話 結果發現那個紅綠燈快變燈了 然後前面燈真的很多 我想算了 不要做冒險動作 今天早餐買 三明治地瓜跟德國香腸 然後來煮 20塊錢 好 好 然後 盤子 地瓜 三明治 香腸 好了 早餐 早餐 排到 一百下 故意慢慢滑 好 4點12 趕來遊行 到UVV而這 就是說我等 現在要等 碎了 直接幫我擀一下 到了一個包裹 為什麼要到後面來 因為這個東西 我前兩天不是說 外面買的這個攪拌棒 都比較厚 那我說我要找一天 磨給你們看 我剛剛磨了這根棒子 今天就來泡泡看 那棒子新買回來的時候 沒有吸水 你如果下水它會浮起來 所以你在操作的時候會覺得浮浮的 所以像我每次 你看我每次都會煮一下 就是讓棒子吸點水 它順便也可以把上面的雜味去掉 明天又可以放豆子 好 這隻比較長 比我原本 用這隻 很長 但是 這個棒子的 表面是差不多 那這隻是這裡比較細 然後所以我每次都入在這個地方 那這隻原本是我家裡在用 我把它帶來 今天帶來磨一下 那我今天買那台沙輪機 我主要是磨那個 這個地方 那至於這個表面 其實我發現用沙子比較 比較好磨 因為沙輪機圓的它有弧度 你這表面要在圓的上面磨 沒有一點功力磨得多漂亮 會容易會有那種斷層 就會讓一條一條一條 可是像這種 要磨比較多調的時候 沙輪機比較快 沙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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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我的用種 沙輪機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應該是不錯 其實咖啡 你看我們這樣滷的過程 豆子的選擇 烘焙、鹽、水 水其實很重要 但是我這邊是用過濾水 過濾水去助肺 有些比較講究會用蒸餾水 那有些人會用山泉水 可是山泉水裡面有時候有一些雜質 有可能影響味道 有些人說會變甘甜 不知道我沒用過 器具 再來就是充足的手法 還有充足的方式 都會影響 不錯 甜甜圈 這是禮拜天買的 禮拜六 禮拜六買的 結果到昨天沒有人吃 早上我老婆說你幫忙消一月吧 好先吃 待會來聊什麼呢 今天煮得的確蠻好喝的 今天是六月三號 四年前的今天 我們家有隻雪納瑞在今天 當天使去 我還記得那天的下午 那天下午我一樣泡完咖啡 然後那時候 因為狗已經老狗 我在家裡有裝那個IPCAD 我看到我老婆回家 然後幫那隻狗洗澡 因為他整個 整個狗泡在尿裡面 後來洗澡 然後把他吹乾 我老婆就開始忙他 準備我們回家晚餐 然後那個我們家那隻Hero 就倒下去 那我回家之後 這張照片是 我握著他手拍的 那時候 因為我們第一次遇到 第一次家裡有寵物死掉 我跟我老婆 就我們兩個 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就去找那個 就是寵物專門處理 寵物傷障 那找了一家 結果現在 我也忘記那一家 是哪一家 當時是Google找的 然後他動作很快 馬上就來了 快到我們有點 有點覺得好像吃得太快 那幾年過去 我跟我老婆 我跟我老婆 有時候在講說 我們那天是不是 太早把他送走 因為那天晚上差不多 七八點吧 他就來了 那就把狗接走 那接走之後 他是把他裝在盒子裡面 然後就冰起來 我們就去 就火化掉 我們想說 不要讓他冰太久 就讓冰在那邊很可憐 那就趕快把他火化掉 可是如果這樣 我們再選一次 我們可能會 不會那麼快就拿去冰 大概就是 讓他留在我們身邊一天 然後隔天聯絡之後 安排時間火葬 甚至是如果可以不冰 直接火葬也好 現在是這麼想 可是那時候沒有經驗的時候 忽然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他來 說要接走 我們就讓他接走 那寵物跟人 就是不一樣 那個 你會覺得他處理的方法 方式跟人是完全是不同 不同的處理方式 好快 四年 然後明天 六四 六四 讓我也回想到 多年前 那時候我們還是學生 你知道嗎 當時的六四 我們學校學會 那個會長還去 台北市第二殯儀館租了一個靈堂 然後呢 我們大家整個戲 都跑去靈堂 拜拜 現在回想起來 我記得六四那陣子 中正紀念堂 每一天晚上 每天晚上 都有人在那邊 聚會 唱歌 類似 悼念這些六四的人 我記得有一天 我也去 然後去那邊 就去那邊跟 比我們年紀差不多 又比我年紀還小的 在那邊聊天 彼此都不認識了 就隨便聊了 那你說真的是很 哀傷心情去 也沒有 就這樣去跟他湊合湊合 混了一個晚上 因為那時候覺得 是一件大事 總覺得好像要做些什麼 什麼東西 但是其實我們做這些動作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 可是當時會覺得 好像應該去 去跟人家去做一下 我在想現在有些年輕人 大概類似這種心情 有些遊行 好像朋友揪一揪就去 自己去幹嘛 其實也搞不清楚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 就去 年輕就是這樣 那很妙 今天台灣對大陸的網路很爛 像我有 有些東西要跟工廠聯絡 那個 完全那個訊息是 傳過去很久 他們才收得到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今天台灣對大陸的網路 有一些問題 我不知道是大陸本身 對外的網路就有 有問題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 然後 然後 其實我這幾天一直在想 因為 六月底 六月三十一 剛好 比較正式紀錄 滿兩年 我是有在想說 可能啊 可能接下來 也許 不是用日更的方式 或者是 也許是日更 但是每天 只PO一件事情 不像現在是從早上紀錄到晚上 因為我發現我這樣都紀錄之後 當然我現在 我日後回過來看很方便 可是呢 當下我很花時間 我紀錄過程花時間 剪輯也花時間 對 我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對 就是這樣 我大概有這樣想 但是 也許有些朋友會說 這樣子 這樣子可能 互動會比較少 我的想法是 因為 其實每天真的跟我 有在影片下面留言互動的人 也不多 也不多 也許我真的就是找 一個禮拜早一天 就來直播 大家來閒聊 如果有興趣就來隨便聊 因為直播的確可以多聊點東西 然後 也不 不需要去準備什麼話題 就是 有東西就聊 沒有東西就 開著放音樂也好 一個禮拜可能找個一天 也許一樣是下午的時間 或者是假日的晚上時間 這個我在 我在看 大概是這樣 好 今天就這樣囉 掰 好 geliyor哥哥 董關 好 來,來,來,你不用跳 你要跳,你要跳,好,來,不要跳 五虎三豐 來啊,你屁股對我的 你看 喬克維奇喔 他跟誰 他贏了 結果玩到後來變成 一樣那幾個 娜達爾 然後費德勒 喬克 我剛剛去看HEO哥哥耶 你知道嗎 你怎麼來 朝貝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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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s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